火灾后墙壁和天花板一片雾黑 还有屋内堆积卢山的杂物 甚至屋外的走廊也堆满了回收物 这些都是屋主温贵心 常年累月捡回来的战利品 这些是两个行业来的 我们是要找钱 要到生活的 它的回收物把两个房间 厨房还有整个厅都堆满了 都已经将近动到屋顶了 所以像房源都无法进入他的屋子 在一员的要求下 刺激之工用了两天的时间 动员30位之工协助温贵心清扫 也因杂物太多 志工从二楼直接把杂物往下丢入回收车 环境变干净了 居民再也不必饱受难闻的气味 健康也得以保障 带新闻正三美之工林莉莉黄福德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